民眾黨新竹市長候選人高鴻安 遭對手林根仁爆料 任用理性男友擔任公費助理 面對爭議高鴻安除了在臉書上否認指控 競選團隊也高分被回擊 我們還要容忍造謠抹黑 不實八卦影響台灣的選舉多久呢 我們已經整理了大量證據 證明這位前助理於任職期間 確實執行許多國會立委助理的工作 儘管競選團隊聲稱掌握證據 卻遲遲沒有公布 民眾黨新竹市黨部則表示 這位理性助理去年七月 才到黨部做選民服務 子弟兵傳出人事任用爭議 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 大方承認認識這位助理 還幫忙換夾 選舉在即候選人的一舉一動 都被放大檢視 但被質疑以掛人頭方式 炸領助理費 高鴻安團隊還是得拿出證據 才能說明白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頻道